25万人民币 你会花这么多钱 克隆你去世的宠物吗 近日 北京一名女孩 花25万成功 克隆自己去世的宠物狗 抛开克隆生命的轮廉 不看 克隆宠物自主和实现能 让我们来认识桃子 一直来自日本的 5个月大的慈性八哥 这是他的主人福田先生 看似普通的八哥桃子 实际上正是一只克隆小狗 他是有福田先生 以为的八哥克隆而来的 克隆桃子的 正是浙江越南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该公司宣称 他们的克隆任何狗狗 无论年龄大小的品种 克隆一直储物的价格 是十万美金 为克隆的对象 必须是活体 或者是脂肪比超过五天的狗狗 如果狗狗已经去世 主人需要用湿毛巾 把狗狗的一体完全包裹起来 然后放进冰柜的藏 但不能勇动 以这样的方式保存活的皮肤细胞 然后受益会对活进行组织切线 用活进创容器 在狗狗复骨 去下一块 约八毫一块的肌肉组织 如果狗狗是活体 以外样的狗狗 如果狗狗已经去世 则需要送购物的样的 以便能获取活的继组细胞 样皮包装装了冰袋的泡沫箱 系到克隆属后 宠物狗的克隆属就开始了 技术的元首极会对样本进行相读 并且把样本进行切件 第一种设计 将细胞从组织中分离出来 随后使用离心机 将细胞取出 放入肥养器中 一到两周后 取出了使用的细胞 进入下一步 一只狗狗提供卵细胞 用其液管 移除共体卵细胞的细胞盒 并且将卵细胞中的DNA吸出 然后将被克隆对象的细胞 注注到卵细胞的宫刻中 再用通电的方式 使得卵细胞膜 与被克隆对象的细胞膜结合 从而成为一克隆的配派 这个过程 一般会产生十五个配派 但这些配派只中 到一只狗狗的死亡中 三十天后 即可观察丹狗狗的胜率情况 成功率约为百分之四十 待狗妈妈成功带下小狗货 克隆小狗会经过 一段时间的养育和观察 然后组织都可以带她回家 这就是那只的成功克隆的过程 但克隆只是应该复制剂 并非死而复制 虽然长得一模一样 但狗狗的信心 会有助自由的方式决定 从此从来看 克隆仍会是虚可的重现 但灵魂永远无法复制